一百一十七集 周绍锦却愣了愣道 嗯 持舅舅要去京城奔丧吗 关老太太叹了口气道 是啊 毕竟从小在二老太爷跟前长大的 你们的分舅舅要比你们的持舅舅大十几岁呢 只怕带他呀 就像带自己的儿子一样 现在你们的分舅舅过世了 他怎么也要去灵钱上炷香啊 可惜这次是去奔丧 要是因为别的事去京城 他若是也能跟了去就好了 可以见到静大舅舅 说不定还能因为持舅舅的缘故 和静大舅舅说上几句话呢 朱绍锦暗自摇了摇头去找吉营 吉营 你跟着去京城吗 持舅舅什么时候启程啊 他问道 吉营显得有些沉闷道 我跟着去京城 今天下午就启程了 朱绍锦道 是因为会路过沧州 你的心情不好吗 沧州是吉营的故乡 吉营点了点头 低声道 嗯 我很想回去看看 可没有你持舅舅点头 我是不能回去的 周绍锦劝道 那你就好好地跟持舅舅说说呗 现在的天气还很冷 你要多穿点衣服 路上也要小心一些 别和持舅舅顶嘴了 最后总是你吃亏的 吉营笑了起来 冷艳的面孔犹如下花绽放 让人惊艳 多谢你了 我会小心的 朱绍锦做了一盒核桃酥 让春晚送给了吉营 让他带在路上吃 吉营道了谢 赏了春晚二十几个童子 春晚接过了童子 心里怪怪的 池四老爷身边的丫鬟 怎么个个的都像小姐似的 上次他过来 给池四老爷萝卜糕的时候 打赏他的那个大丫鬟 叫南平 他习惯性地屈膝道谢 退了下去 吉营看着一匣子的核桃酥 决定还是 把自己的自尊心放在一边 去找城池说说吧 毕竟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以后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碰到呢 可等到他到了城池住的地方 城池却在和淮山说着话 他就在乡房外面的石凳上坐着等 淮山透过镶着玻璃的窗帘 看见了吉营迟疑地道 我们路过苍州的时候 吉营要是想回去看看 城池不以为意 又仔细地翻了翻手头的书道 那就让他回去看看好了 你把这本黄中大吕带上 二叔父看到这本书 一定会很高兴的 二老太爷 承勋的爱好是至琴 淮山想到了 小时候二老太爷承勋 把城池放在膝头上 手把手地告诉他 弹琴的场景 不由地嘴角微翘 滴滴地应了一声事 城池道 樊琴那边还没有信吗 淮山困惑地道 哦 有信过来 说是他这次又以邵东家的名医 借住在了盛青宫 不是和那姓杨的道士到处玩耍 就是去那胡圣书胡同溜的 城池有些意外的 哦 除此之外 别的什么都没有做吗 别的什么都没有做 淮山很肯定的道 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你还别说 他们无心插柳柳成音 那穆家和林家 已经定下四月除六正五的起时 过两个月 穆家大小姐就要嫁去林家了 这么快就成亲了 看来那姓杨的道士还真就凑成了这桩姻缘 城池却没有像淮山似的觉得有趣 反而神色之间多了几分凝重 低头沉思了半赏 这件事太奇怪了 周家二小姐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派了个小厮去京城 难道仅仅就是让她去海吃海喝一顿吗 如果不是那姓杨的小厮有问题 就是穆林两家有什么问题 这样 你派个人 好好地摸摸这三个人的底 看看这三个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相关的地方 周家二小姐那里 也派人去看着好了 这件事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蹊跷 说完 他与其微顿道 越是让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事 就越是让人觉得危险了 坏山肃然抱拳 吩咐下去 姬营进来 何成池提起了 想中途回家看一看的事 我 我不进屋 就远远地看一眼 城池没等他说完 已经爽快地倒 行啊 当年和你父亲打赌 也是我太过年轻其盛的缘故 如今想起来 却觉得形势太过凌厉 你年纪也不小了 若是想回去和你父亲商量商量 让他和我碰个头就是了 姬营愕然地望着城池 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 城池 这是要放他走吗 盼了这么长的时间 忍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终于可以回去了吗 姬营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城池让他父亲和他碰个头 父亲未必会同意 城池哪里是想放他回去 分明是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饼给他吃 姬营嗷了一声 也懒得收拾行李了 去了晚乡居找周少姐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周少姐没办法理解 怎么会有人为了打赌 输掉子女十年的自由 更想不出来 姬营再遇到自己的父母 会是怎样的新奇 姬营的 我先送个信回去吧 先让我父亲知道这件事 至于其他的 可以到了苍州之后再细说吧 能回到自己家里 待在父母的身边总是好的 周少姐说着 哀悠一声笑的 哎呀 要是你父亲带了你回去 我们岂不是再也见不着了 不行 我得送你一样东西做经验才是 姬营笑着 拉住了周少姐说道 你放心好了 就算是我回了苍州啊 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呀 我会来找你的 周少姐听了 心里才好过了一些 两个人又互相说了一些保证的话 周少姐看着时辰不早了 这才送姬营出了晚乡居 结果姬营回去的时候 城池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正准备上车走 姬营想到自己什么都还没有收拾 不由的脸色一红 城池却是没有等她的意思 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的 等会儿进凌晨就要落池了 你收拾好东西就自己骑马追过来吧 你的那匹马胭脂红在早园 你应该知道怎么去早园吧 姬营脸上火辣辣的 低头送城池出了门 这才匆匆地回屋收拾东西 马车上 怀山问城池 您就不问问 他都和周家二小姐说了些什么 城池默然地道 有什么好问的 要去京城了 还有可能回家 说来说去 也不过是些女孩子的小心思罢了 怀山默然 周少锦也得知了 穆姨娘和林氏盛的婚事 就定在了四月初六的消息 这就算是定下来了吧 她不由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函毕山房 却因为城池的离家 而变得非常的冷清起来 特别是郭老夫人 像被伤了元气似的 好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 等到她打起精神来 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 郭老夫人就常在湖边散步 有几次还特意地叫了周少锦 只是城池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只在最初到达京城的时候 让人递了平安信回来 郭老夫人不免有些担心 走路走得好好的 时不时地会陡然发起呆来 等过了御佛节和二方老祖宗的寿臣 樊琪赶了回来 她两眼闪闪发亮道 二小姐 我亲眼看见沐家大小姐上了花轿才回来的 辛苦你了 周少锦难掩感激之情 要不是樊琪 她只怕还是愁眉不展的 樊琪黑黑地笑着摆手 周少锦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重生又一年多了 她终于完成了一桩心愿 虽然离自己的目标还很远 可以说明只要自己愿意坚持 还是能够做好一件自己 看来简直是无法完成的事 她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周少锦决定好好地筹划一番 无论如何也要打破 她和池舅舅之间的壁垒 就算是挤 也要想办法挤到池舅舅的身边去 可怎么才能接近池舅舅呢 就算是挤 也得能挤得进去才行啊 周少锦只肘脱塞地坐在书房的大画案前琢磨着 送鞋袜 好像不行 池舅舅身边有个女红 比她可能还要厉害的男嫔 弄不好她费尽心思做出来的东西 有了男嫔的对比 根本就不算什么 送鞋时 她已经试过了 而且失败了 想到这里 她不由地叹了口气 池舅舅好像对小吃不大感兴趣 做菜 她岂不是越阻带泡了 而且也太明显了 说不定池舅舅会以为 她得了失心疯 周少锦想想就觉得心塞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她想了想问程家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对你心生好感 你会怎么做呢 程家道 啊 你想让谁喜欢你呀 老安人吗 我瞧着他挺喜欢你的呀 嗯 不是不是 朱少锦当然不会说实话 不然程家没完没了地问下去 说不定还会跟僵尸说 到时候事情就麻烦了 我就是这些日子在想这件事 想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哦 程家认真地考虑到 嗯 那个 我爹 我娘 我祖母 还有我哥 这个算不算呀 我觉得吧 我也没怎么样 就是撒了撒娇 他们就全都疑了我了 撒娇 不行 不许 朱少锦立刻就否定了 他想想那个场面都觉得很是违和 除此之外 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朱少锦不甘地问 嗯 没有了 程家觉得朱少锦很奇怪 我们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要主动啊 和别人好好地相处就是了 主动 也太自降身份了 朱少锦默然 他也不想啊 可不自降身份不行啊 吃舅舅几乎是由言不计 最重要的是 他还可以随时进击 这就意味着 他能随时地见到成经 晚上回屋里歇息的时候 石香蹲在枣盆旁边 帮着他擦脚 朱少锦看着心中一动 问石香 嗯 你觉得 怎样才能让一个人 对你先生好感呢 石香笑道 当然是 尽心尽力地服侍他了 想了片刻又道 嗯 还要忠心耿耿 好吧 朱少锦不得不承认 自己问错了人 他去问了姐姐 朱初锦笑道 同期所好即可呀 嗯 同期所好 朱少锦若有所思 朱初锦笑笑没有理他 朱少锦第二天 比平时早了半课中的时间 去了寒碧山房 但他在给郭老夫人请过安之后 没有直接去佛堂 而是去了立音馆 成池去了京城 立音馆只留下了南平和几个小丫鬟 朱少锦去的时候 南平正带着那几个小丫鬟 在给城池做秋山 见朱少锦过来 就丢下了手中的活 笑着迎了上来 二表小姐过来了 虽然已是春天了 这太阳晒在人的身上暖暖的 却是容易把人晒伤 二表小姐快这边坐 这边阴凉一些 一时中夏 太阳照在人的身上 已有了热度 朱少锦笑盈盈地坐了 南平亲自给他上了茶点 朱少锦客气了几句 就和南平说起事来 过些日子 是我父亲的生辰 我想给父亲做几件衣服 大家都说 持久久屋子里啊 有了你 连府里的针线房 都要藏着了 我就想过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样子 或者是料子 我也试着 给我父亲做一件 很多人都知道 南平的女红好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求她做东西 她一个丫鬟 得罪谁了都不好 几乎是有求必应 最后还是城池看不下去 明显地流露出了几分不喜 那些人才不敢来找她 可能周少锦 不知道这件事吧 南平想着 笑着 去拿了几件 新裁的衣裳过来 周少锦一看 就知道南平是高手 衣袖肩膀这块 裁剪得极其的细腻 他还是有次进宫 偶尔听说才学到的 可见民间 从来都是藏龙卧虎 皇上的日子 未必就比得上 那些几年的 百年望族过的快活 他想到父亲的身体 选了一件宽秀斩身的 一件衣子领的 都是持重之中 带着几分活泼的样子 南平笑着赞道 周家二小姐好眼光啊 这都是今年上半年 杭州府那边流行的样子 我们金陵城还没有人穿过呢 你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怎么知道金陵城没有人穿过 朱少锦很想问一句 但他在南平面前 始终不能像在吉营面前 那样的自在 笑了笑 问他这里有没有料子 配这两款衣服 南平就带着他 去了隔壁的耳房 满满当当的柜子里 全放的是布匹 这些呀 都是今年松江 湖州 杭州新出的布料 这些是广东 青儿那边出的 南平向他介绍 并抽出了其中的一匹 点青色的松江三菱布导 我觉得这匹齿头 做您先前看中的 那宽秀就好了 那秋山穿在身上 有些仙公道骨 用这种布做最好 用月白色的松江三菱布 很常见 可若是染成电青色的 远远看去像道袍 走近一看是直多 就很有一些看头了 说起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南平的目光 都亮了几分 朱少锦笑道 我看南平姑娘 之所以女红好 除了天赋 在这上面 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吧 她的认同感 让南平非常的高兴 又加上 平时没有什么人 能和她说这些 相比平时 她的话多了很多 朱少锦不时地 嗡啊两声 让南平的话 不至于冷场 等到南平 拿了自己 珍藏的几个花样子 给朱少锦看的时候 朱少锦笑道 你什么时候进的府啊 这得多少年 才能有这样的本事啊 你进府的时候 是在哪里当差呀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